大家好呀,我是小明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炼金师施展禁术闯下大祸的故事 这是一个奇幻的世界 理论上任何物体只要有等量元素都可以被炼金师炼出来 爱德华和阿尔两兄弟天资聪颖 跟妈妈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 可是妈妈却突然病逝 兄弟俩对妈妈万万不舍 他们打算围禁开启恋人大法 根本没有考虑事情的后果 两人很快就准备好了人体所必须的全部元素 最后加上兄弟俩的带有基因记忆的血液 恋人大法如期开启 可是一番惊天动地的大法过后 妈妈并没有被创造出来 造出来的只是一个不成功的怪胎 而更严重的是根据等量交换原则 弟弟阿尔的身体被一时空吸走 还好爱德华最后再次开启大法 用自己的一条腿和一条胳膊换回了阿尔的灵魂 时间来到多年之后 爱德华凭借出色的炼金术 成了国家炼金师 而且胳膊腿有好朋友制作的高科技甲肢体带 不但与正常肢体无异 而且还能增强战斗力 工作之余 爱德华正在努力寻找一种叫做咸石的物体 据说此物拥有超凡的能量 若寻得此物便可再次开启恋人大法 他想用咸石换回阿尔的身体 多年来令爱德华心痛不已的 就是自己的弟弟阿尔 现在的阿尔只不过是一个附着在盔甲上的空洞的灵魂 这样的阿尔没有感觉不能隐私 人不人鬼不鬼 这一切在爱德华看来都是自己的错 所以对于寻找咸石 爱德华是费尽心血 这天爱德华得到线索 据说一个牧师手上的红宝石就是咸石 爱德华便开启夺宝大战 这个牧师也不是擅长 对于陌生的爱德华马上展开攻击 牧师善用土石炼金术 只见一根根石柱炼就出来砸向爱德华 紧接着又是一只只石兽从地里爬出来袭击爱德华 爱德华可是国家炼金师 法力远超牧师 可最后发现牧师手上的咸石并不是真的 就是一块能提供简单能量的红宝石而已 至此爱德华寻找咸石的线索完全中断 长官也是很同情爱德华两兄弟的遭遇 于是领导把自己知道的一点线索告诉了爱德华 有一个神秘博士 这个人一直在研究生物炼金术 或许他那里会有一些有用的消息 爱德华得此消息如获至宝 马上赶到生物博士那 这个博士果然不简单 他已经炼化出很多合成兽 两年前甚至还炼出一个会说话的合成兽 也不完全知情 他只知道有一个医生曾经参与过咸石项目 因为这个博士也是政府的雇员 所以爱德华放心的把阿尔留下给博士照顾 自己的带着好友一起去寻找医生 爱德华两人的运气还算不错 坐着火车聊着天就把医生找到了 只是这个医生对于咸石的话题好像极其避讳 根本不想大理爱德华两人 对当双方无法继续对话时 房间突然闯入一个黑衣女 此女子的炼金术完全高于爱德华 一下就制服了他们 而且黑衣女拥有人类所不具备的自愈能力 哪怕是子弹都无法伤到她 黑衣女此行的目的是杀死医生 而医生在弥留之际给了爱德华一个线索 那就是第五研究所 爱德华拿到消息后 火机火燎的就回到博士这 此时爱德华才发现 这个博士为了炼金已经走火入魔 居然拿自己的女儿和宠物狗合成了一个怪物 教授也因此被抓入行 然后爱德华带着阿尔和朋友求助长官 他想知道第五研究所在哪里 其实政府有四个研究所 这第五研究所并没有几个人知道 还好最高长官掌握的机密多一点 他的一名长官通过各种分析 已经得到了真实的第五研究所的位置 可很快就被神秘的黑衣女杀人灭口 还好长官在临死之前 把自己研究出来的消息告诉了另一个长官 长官把消息通知给爱德华后 就先行赶往第五研究所 而把守在这里的就是黑衣女一行人 此时蜜蜜也揭晓了 黑衣女等人其实是人造人 他们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而这个地方是政府最高长官秘密研究人造人的基地 目的是想打造出一支人造人的强大军队统治事件 长官一人是无法战胜几个人造人的 还好爱德华等人赶来助阵 很快他们成功杀入第五研究所内部 到了里面的实验室 他们才知道原来教授跟他们是一伙的 而所谓的闲石就是这个研究所研究出来的产品 每个闲石都是用上百条人命练花而成 人造人没有灵魂 只要注入闲石 他们将拥有生命 并且拥有强大自愈能力 当然无知的博士现在失去了利用价值被黑衣女杀死了 而那位最高长官也非常讽刺的被不受控制的人造人吃了 如此一来 无数的人造人成了黑衣女还有爱德华他们的公敌 因为人造人完全不受控制 于是双方同时开启消灭人造人的战斗 当然没有任何思维 只是一堆行尸走肉的人造人 只需抱头就可以消灭 在强大的部队面前很快就被摆平了 最后的决斗来自爱德华一方和黑衣女一方 长官擅长火焰炼金术 虽然人造人拥有强大自愈能力 但是短时间内也无法无限自愈 所以在高温燃烧后黑衣女一个搭档被烧死 而黑衣女虽然无敌 但是在爱德华阿尔两兄弟以及长官的三方打击下还是被消灭了 而黑衣女离死之际 他田内的咸石被爱德华拿到了 爱德华梦寐以求的咸石终于有了 他马上开启了炼金大法 很快爱德华进入了一时空 他果然看到了存在那里的弟弟身体 但是他们不能用咸石来换 因为他明白这个石头里是一百条冤魂 用无辜的生命换取弟弟的肉体 有唯一代炼金师的信念 对于爱德华的决定 阿尔是支持的 并且阿尔也从未责怪过哥哥 虽然这条路走不通 爱德华并未放弃恢复弟弟的身体 炼金师的路上还有许多秘密等待爱德华去解开 看来爱德华他们的故事还未结束 冒险才刚刚开始 我是爱讲故事的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